またね Hello大家好我是比兄 比... 比... 貝爾 今天這次主題要拍什麼呢 前幾天我有在iPhone那邊PO文 問了粉絲 最想看我挑戰什麼內容 那就有很蠻多粉絲來留言的 那我看到幾則我就還蠻有趣的 就是在街上大饅大叫 然後再來就是 得力全開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留言 但我覺得對這兩個留言還蠻有興趣 因為我本身是比較屬於有緊張的人 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做過 很像類型的影片 我覺得說好像不有趣 所以我想說我來改編一下好了 我如果把它改編的是 我在街上唱歌給路人聽 這個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 專門在路上唱歌的一個頻道 叫做寶生路2號 他們的頻道就是音樂頻道 就是有在街上唱歌給路人聽 所以你要怎樣 我要讓路人聽到我的歌喉 好 先算了 接下來就會開始練歌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寶生路2號 能不能讓我再街上挑戰唱歌呢 那大家就敬請期待囉 我是不是唱慢 比較會沒氣 唱快 用力的時候 我就上不去 譬如說副歌要很激昂的時候 字就會突然高音高音高音高 然後前面要唱輕 我就會氣土和慢 就是飄飄飄 好 我知道老師 對不起 你不要這個臉太吐了 老師 一開始那個字要唱缺點 就是不要心虛 也許愛靜靜在府裡打轉 就是不要耳鼻 因為你會有一個讚 或有一個那個n的聲音 不要耳鼻子 你可以維持那個氣 你還可以很短針 有沒有 很短針 很短針 對對對這個 就不要到鼻子去 很短針又出來 一路又跑上去 蛤 那個 我們擠扇 那個扇啊 短一點 對 我要這感覺 一直就在 我身旁 灌淡了 好像飄來飄去 今天我們邀請了一位特別來賓 畢兄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邀請他啦 他有一個夢想想要完成 他想要挑戰他街頭唱歌 他的歌手動 我們來幫他完成 請問怎麼稱呼 坎坎 石頭 硬坎 吳文 賈森 芳瑜 喔我是孝蕙 你叫我美女就好 對美女 好緊張喔 他沒有很過人耶 他去了 那他去了就知道了 那他去了 好聽喔 你聽話唱歌 你聽話在現場嗎 你確定他現場好聽嗎 你確定他現場好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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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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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的容易緊張的人 但是至少我去挑戰志祺 然後嘗試的走出來 把平常練習的成果讓我的粉絲聽到 雖然唱的沒有到那麼好聽 但我相信現在唱不行 過一個月後再練習 有三個月後半年再一年 我相信這首歌我會把它唸到好 但是主要是想要讓觀眾知道說 我一直都很努力是在學習這件事情 因為唱歌不是一兩天就會的事情 對著人群唱歌是一件多麼恐慌的事情 去錄音室你聽得到自己的聲音 可是在外面其實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那你比我上台表演過 對但是那個表演是老舌 然後我也就是一直眉眼 跟唱的是不一樣 因為不知道那麼關聯啊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是心跳很快換氣就來不及換 然後就會變得好像自己不知道唱什麼 然後重點是因為我剛剛看到我的粉絲 跟著我去唱 我覺得好感動 而且他完全沒有被旁邊的人去拉著走 他就是很認真的在就是講悟 然後關注我的作品 然後他說他一直都有在支持我 然後我就... 然後他之前好像也被罷了 我對他看我的影片他就覺得說他有感情 然後我覺得說哇 因為我的影片這麼有影響力 我會再練習 就是一直努力唱這首歌 唱到好聽給你們聽 然後再開一個粉絲見面推 站在台上唱給台下支持我的人聽 希望我可以做到這樣 我忘了耶很久以前的那時候 那應該是不好聽 那就上了不好聽 你沒有意思 有機一點啊 我不來 在我身旁 一直就在 我身旁 嘔透了就走過去 嘔透了就走過去 那我們今天要來演唱一首歌 叫做逆光圓 那我們現在就請比腳來唱這個 來 轉頭一下好不好 我們下班 我已經唱了三組了 然後其實在第一組的時候 我走音走得非常嚴重 第二次的時候還是拍子太趕 就讓他們說唱得還不錯 然後說我有準 剛剛在一對母女的跟他們面對面 媽媽跟那個女兒一直對著我笑 然後我就唱到最後我一直在笑 那一對媽媽就跟女兒就說 我的聲音有力量 我雖然還是沒有唱得很好 但我覺得能讓人家感覺到力量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然後繼續努力啊 因為我現在才剛接觸唱歌 不到兩三個月 我這樣算大膽了吧 大家可以在那邊留言 我覺得我算是不要命去做這個表演 你剛剛給我打幾分 他六十分 蠻分六十分的 你給我六十這麼好喔 喔 結束囉 這是我的挑戰之一 然後非常感謝寶山路二號 願意來就是讓我接受挑戰 那我可以問個問題 就是很多觀眾一定會問說 你們寶山路是音樂力量 怎麼敢讓我來炸你們的招牌 想聽實話嗎 因為炸招牌這件事本身就不存在 我們沒什麼招牌 招牌去掛起來 聽另外一個實話嗎 因為我們想紅 就是呢 我們環燈錢 因為這件瓶球戰 我們比較剛炒雙出的時候 幫我們拍了這件瓶 然後這件事我們 這話不說直接來 我們這件事記得好不好 朋友一生一生 那些日子不再有 所以沒有在有了嗎 沒有下次的事情 還忘記不出來 我們能夠幫上網嗎 對啊 那我可以問一下就是你們對我今天的表現 給一起 滿分就是不要再給你們分球 五分就好 我覺得四分 應該三分吧 我應該會給五分 不會嗎 我給一分其實就是節奏 可以再多練一下 畢竟你也是第一次跟吉他搭配 所以我覺得 這樣已經算很棒了 所以我給四分 那我給三分是因為 我自己也是一個節目 所以我覺得在介紹就是 他準備好 但才出發這樣 我覺得是會比較好 所以你說他沒準備好 我覺得他在打分 我覺得他很廢 我會覺得 XX不要挖洞 因為他這次說真的 他準備的錢非常少 當你如果想 真的想要接觸對唱這一次玩樂 從此時時刻開始 就要開始準備 準備下一次 你上舞台的時候 到時候才是真正的給成績 我可是嚴格的老師啊 果然是老師 OK 他最躺了 掰掰 我給五分是因為 這我幫他設計有和聲的一分 那我覺得一般的人 沒被和聲拉走 他是有認真在練習 覺得已經比一般人好很多 他緊張下還能 都會有這樣的水平 說真的 今天觀眾錄了 每個都覺得 都OK 所以我覺得整體的表現下 我覺得 以一個素人來講 這樣的表現我覺得是 OK 我覺得五分可以 我還有機會可能下一次 那幾次我就陪你幾次了 謝謝寶生路 好 你們有沒有跟 我的觀眾講一下 你們的頻道是做什麼的 我頻道是把他捏的 我頻道是他教學的 他有唱日文歌的 好啦 那今天大家可以支持 他們的頻道 音樂頻道 然後大家想看 今天的完整版 記得去他們的頻道看 我們到你們做這裡 謝謝大家 今天我們是 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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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nis 你知道嗎 好啦 因為昨天真的是拍片拍太累了 所以我就今天才來拍ending ilia小姐已經ending過了 沒有啦 我還是要讓觀眾聽到這次挑戰的心得 那我也很感謝大家 讓我有機會可以挑戰這個任務 那其實大家覺得說好像唱歌不會很緊張或什麼 但是我跟你說 我自己覺得我好像練習夠 也覺得自己有那個勇姬走上街 但自己站上去那個地方之後才發現說原來不容易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緊張過 我緊張到就是那個麥克風很大聲喔 我只聽到我的心跳 動動動動動動動 來不及喚氣 就是緊張到一個手是不誇張 它真的是降抖 這個任務挑戰對我來說我覺得算是成功 滿分如果是七顆星 然後我給自己五顆星 那我的影片到這結束啦 如果你們想看我挑戰更多的東西的話 拜託留言告訴我 有機會可以讓我選擇到你要我做的挑戰 那也許是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和分享 記得訂閱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影片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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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